1718年中五大考 长题目第九题 延续下去的D和E D的部分就说 如果现在接收光纹的屏幕只有0.5米 请问屏幕上看到最大的罪号是多少呢? 同行你就会这样想一想 二言之意 这里的长度是限制的 你过了这个位置 举个例子 可能有个光纹在我手指指着这个位置 但它不在屏幕上高 都是看不到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这个屏幕是0.5米 这个位置最大的可能是0.25米 0.25米的时候 然后就好比一个的情况就是 这个位置就是0.25米 这个位置就是0.5米 那就是说 它那个可以接受的最大的φ就是 这样去计算出来 所以我们用的方法就是 tangent θ tangent θ 是会等于0.25 除0.5 那就是2分1 tangent θ 就是 tangent θ 就是 tangent 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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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6.6度 26.6度 26.6度 就会相等于n 那波长 刚才计算是570 乘10-7 就除d 就是10-5米 刚才说过d 是10-3米 上方有100条纹 所以是10-5米 d值是10-5 d是10-5米 所以这个位置 我们就会看一看 这个就会是 size 26.6 乘10-5 就除570 再乘以10-7次 所以答案 接着是 这个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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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刚才计算机 这个数字 n值 就会是7.86 即是说 它可以看到7.86级 但是 第几级的光纹 序数字 可以是整数 所以 我们就要 wound up 去 最大序号 最大序号 maximal order 应该是7 如果用相同的器材 如何可以令到 光纹的数量增加 我们可以这样看看 这个黄色的萤幕 把同一块萤幕放近一些 放近一些江山 原本有一条的江纹是可以在这个屏幕上形成的 但其实它就去不到这个屏幕上 即是说原本我们说 如果你的屏幕没有退位在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角度下去那个江纹 其实是刚刚勾了的范围 是看不到的 但如果你把屏幕向前移 你就刚刚可以接收它 所以如果你是得同一块屏幕的话 你就只可以向前移 就令到它接收的吸数是会多了 最后去到一个加分题就是 有个学生尝试以400nm和500nm 同时照向光山 发现某一个位置不能够辨认到 有青光和紫光 这样就解释个原因 很多同学就回答 就说他们有双消干涉 不同频率的光是不能有双消干涉的 但是相反呢 其实你可以这样想象 就是一个是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用D-Sine-Pheta 等于N-Lunga 这个概念 我们很快去看看 他们的L-C-M 你能否留意 這個紫光的第五級 和這個青光的第四級 做出來的φ是一樣的 即是說 第五級 第五級的紫光 的量文 其實是會重疊 第四級 我們兩個搭在同一個角度的時候 兩個搭在同第五級的紫光 和第四級的青光 於是便變成不能分辨 變成不能分辨